大家早晨 昨天下午忘記和大家交代為何上午沒有空 其實很簡單 因為12點鐘 要準備和朋友去抽PS5 PlayStation 5 終於抽不到 29秒多一點就被人掃了 好,言歸正傳 我們看看昨天 亞太區股市普遍都是暴升的 升幅以南韓股市和深圳股市最為顯著 達到2%升幅之上 吉隆坡跌了1.5% 表現最差 來到晚上 歐洲股市全面微升 以這個 應該說 微升的德國和法國股市 英國股市升了1.7% 之後的美股市全面下跌 跌幅是1.5% 港股即使已經呈現嚴重超買 今天借勢回吐也好 反正我的港股長線模擬投資組合都還未買齊科 自然當然不希望升得那麼快 希望今天可以買到另外的4隻股票 這個是截到去年12月底 全年結束之後 恒生指數的表現 是過去的10年 10年恒生指數的每個月的表現 大家看看 2020年 綠色就是跌 紅色就是升 總共1 2 3 4 5 6 7個月 看 7個月是升 5個月是跌的 升多個跌 而升幅最大的是11月升了9.267% 跌幅最大的是3月 跌了9.669%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 今年也是一樣 11月是升最多 3月是跌最多 當然不是這樣 過往10年也不是這樣 如果以12月計算 打直看 就是123456 其實是5個月升 5個月升 就有7 不是12345 不是12345 5個月升 12345 5年升 5年升 5年跌 一半一半 平均方面 10年 平均 升幅最大 3月 3月 3% 跌幅最大 是 5月 2.589% 純粹是參考 我給大家 近日 新政变動率 五大指數 有國企股 紅籌股 表現差微跌 其他 以藍籌股 升得 最多 0.888% 接著是綜合 指數 因為綜合指數 包括二三線股 初期開始 藍籌股有股額 接著很快衝上來 就輪到股額 本來表現好一點的 科技股身上 昨天的表現 整個大師表現 都是有少少 怪怪的 少少陰陽怪氣 成交金額比率 看看有沒有特別 才不再說 首三個都比 過去五十個月 平均比率 是 未降 只是紅籌股 可惜 紅籌股是跌市 不是很好的事 科技股 都是跌的 比率 昨天收市的時候 美資期貨是376 5.38% 升了1.23% 但是我們五大指數 全部都是偏低收場的 以這個 科技股偏低的幅度 最大 國企股是第2大 第3大是紅籌股 表現都是 不及得美股 股市 炎貨主板市場 非散戶主動買股 比率 收市 59 比41 昨天市場普遍是升 又不能全面升 偏好 不是升 也算是配合 表示大戶買家 有意 撲出市 比過去的平均數 高 全日資金正儲 購入 221億 所以 今天即使是跌市 只要這個跌勢 不是持續 多下去 比明天 後市依然是看好的 當然不要跌得太大 今天已經跌了一成 當然是另計 221億 最高 賣空金額比率 升到16.277% 亦高於平均數 全日總成交 金額 不及得上星期一 那麼多 28日 28日 但是近期的高位 1800億 高於過去的5天平均數 11373億 補淡指標 BBI 依然是非常美 全部高於90平均值 可惜是藍籌 還有綜合指數是100 100代表什麼 100代表嚴重超賣 即使是超短期來說 短期也開始嚴重超賣 小心 國企股 差不多 去到90多 科技股也是 短期計 就 多了一個 好淡大戶角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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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呢 昨天我這個數字是拿錯了 不過不要緊 結果是一樣的 分析結果 我更正了 27254 和10709 昨天呢 如果用加權收市位 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是升市 成交量配合 兩個指數其過都是 偏離值 兩個指數其過都是 繼續擴大 向上擴大 特別是恒指其過 加權平均偏離值 很高 0.2557% 0.2557% 和 正 2.341% 如果今天 都是維持 這些勢頭的話 就在今月15日之前 港股 整體方向向上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分析 分析期貨 昨天是升市 國指期貨升市 科指期貨都是升市 2月份合計的未平中合約證數 而 本來是 橫子 不變 國指 橫子期貨不變 國指期貨不變 科指期貨是增加 全部都是在升市 不變 代表 無論是外資大戶 或者中資大戶 好友 都是開新倉逃離 淡友就是平舊倉 表示今月的市場 有阻滯 但整體都是反覆再升的 而科指期貨的增加 增加 增加就代表 科指期貨 就是 好友大戶 開新倉 投利 表示科指期貨 今天是持續再升 即售壓 沒有那麼大 不過這個可能 準確性 是5.5至6成 這是講最後的部分 科指期貨市場 492隻恒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為何我每天都要看這個表 因為頭的10位 主要的10位 今日的焦點股的機會 很大 所以我們要特別看 當然有時我們會看 11至20位 甚至20至30位 一些特別的 例如創了52週新高 或者他昨天的升幅特別大 或者成交金額特別大 或者主動買股比率特別高 高到70比30以上 這些都要大家自己看 例子就是 中國飛鶴 中國泰保 大家都要用學教的方法去分析 昨天10隻之中有6隻 即是創50 二週新高 不足就是毒 因為這些 名字很清楚寫給你 那 特別的就是 昨天 升幅最大的 斯摩爾國際 然後就到 比亞迪 然後就到 斯摩爾國際 然後就到 比亞迪 然後就到 一個微盟集團 累積升幅 5.59日 很多都是鮮紅色的 表現是最好的 股票來這些是更加的 主動買股比率 就夠不夠70比30呢 是沒有一隻夠的 量比就有一隻夠3.0 就是中國移動 留意 保譚大戶增持激烈 暴跌收場 我們不要只看暴跌 我們要看它的主動買股比率 是62比38 雖然跌到42.2 跌到42.2 但是 那些 大戶買家 在低位數貨 數穩上來的 數穩上來的 高位收市 43.5 即是較高的位 不要說這些高位 全野加權平均價格 43.003 就是大好淡 雙方增持最激烈的關口 我專業中的分析料 昨天表現最好的是 小米 接著 比亞迪 原來就是中國移動 其實中國移動是暴跌收場的 其實這裏十石都要留意 只不過這三隻表現特別好 今天就表示昨天的大戶買家 入市態度最積極 今天要特別留意 為什麼呢 就不是表示其他七隻不留意 不留意的是什麼呢 反而是 下一個表 就是 反過來看資金正主動賣出 剛才 資金正主動買入最多的 就是24億 就是騰訊 這一個 就是2億 最多的資金正主動賣出 就是華雄半導體 當中10尺之中有2尺 最後是暴跌收場 不知真的見到底 就是見到這個最低位 分別是石藥集團的7.9.5 和中國生物製藥的7.49 然後就 正式回升 抑或是一個反彈 托分高一點點 那就再沽過了 那當然 我說不知道 開市之後 你看一個鐘都知道 知道答案 過去五個交易 平均計表現最好的 是東風集團 金碟國際 昨天 你當一下回討 表現最差的是 京東集團 昨天就繼續跌 錄得52周身高 中國鐵塔 這就慘了 一路四 有些支持 然後 略為反彈 反腹橫 一段時間又跌 沒有辦法 大約細股 真是大約細股 主動賣股比率 就夠30比70的 就一隻都沒有 一隻都沒有 那就不用擔心 反而去到20位 有一隻 28比72 月售地產 這些就不要碰 兩比 就沒有特別高 3.0 高2.0 就有 這10隻表現最差的 股票 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 最差的是中國鐵塔 第2是 阿里健康 第3是 橫半導體 全部都是暴跌收場 今天講的版 行業內 是電訊服務業 因為 有三隻 頭三隻 被 美國市場 踢出來 不可以在美國再上市 掛牌買賣 這三隻 中國聯通 是暴跌收場的 暴跌收場 然後 我們看看 只有7隻 只是大市值 只有7隻股票 電訊服務業 有沒有70比30 沒有 但留意那3隻股票 全部都是高過60比40 代表低位的 數貨 積極程度 很大 所以我們看看 昨天的3個低位 今天不要再失 即使今天再失 一再跌低的位 我就看主動買股 比率依然那麼強 看看是否 資金正主動買入 昨天 中國移動是15億 資金正主動買入 如果是的話 看看最後 又能不能再上來 判斷 是否大戶在賣貨 以及越賣越低 量比 頭的兩隻都高於3.0 當然 親時當然激烈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放在我專頁中國特色表 由於只有7隻 所以 我把第7隻 中國國 國際電訊 一直放在 890 表現最好的 是中國移動 這10隻之中 第2是中國聯通 第3是 中信 國際電訊 收市時 沒有起跌 中國聯通的升 如果昨天收市時 和美子其過 收市位 7365.38 香港時間 下午4.3 第3 比較 全部都是偏低的表現 跟大使一樣 偏低的最重要的就是 中國電訊 這就是表現最差 第2的就是 香港寬頻 第2差 第3的就輪到 中國移動 第3差 留意 這裏7隻股票 只有 頭4隻是屬於 恆生綜合大型股指數 所以其他 是不會用作中 長線投資 即使如此 由於中線排名 太低 這4隻 暫時不應該持有 行業內 一片藍 代表 這裏 除了兩個行業內外 另外31個行業內 都會錄得資金淨主動買入 最多的 我這裏是用成交金額排行 有很多B字 超過10億 自己看 最多的就是軟件服務業 48億 然後 這裏有很多 幾億 幾億 B字 這兩個不是 這個 這個 然後 這個 資訊科技器材業 汽車業 電訊服務業 工業 食物及飲料業 這裏是特別多的 還有 電器及消限電子產品業 這裏是資金淨主動買入 最多的品牌 20大被動買賣券 頭五位 第三位是中資 中國投資訊息 中資這裏整天上榜 我說頭五位 這裏 博價的 他們五個 主要是托美團 由 JP Morgan 高盛 馬洲負責 押價 在中國移動 就由 Credit Suisse 和 巴基環球 負責 最後我們講講 美子期貨 現在最新是報 3694.88 跌了 70.50 1.872% 代表 今天 五大指數的 開始位 如果這樣算 恒生指數 1.8% 如果這樣算 恒生指數 跌700點 不過 昨天說 上升了很多 即是 一開始上升了很多 今天 跌了很多 我相信 還是跌不了那麼多 一個小 怎麼會跌700點 機會 少過1% 就 不用看再低一點的位 反而 看看 彈上去 那個位 會是多少 多步的阻力 是初步的 就會是 升79點 升80點 反而是升80點 OK 好 我們 先 跌回去 跌回去 看看 10隻股票 7隻 開市位 就是這個 這個 又是 如果 反彈上去 初步所力 就會在 這個 今早 我會有 第二段 投資影韓分析 繼續分析 我 11隻 港股 長線 模擬 投資組合 裏面 第3隻 股票 到時見